来到今天的迪拜片 每一年周老师都会带着我的学生出国旅游 去周游列国 我们带着学生去过很多国家 去过非洲肯尼亚 去过日本 去过美国 然后去过加拿大 那么每一年我也会带我的高管出国旅游 我们也去过很多国家 去过柬埔寨 缅甸 泰国 韩国 那今年的话呢 周老师会带着我的高管去迪拜 我们刚刚从迪拜游学回来 然后年底会带我的学生去到南极 去到巴西 去到阿根廷 开我们的规律指导的课程 带他们观世界 没有观世界 何来世界观 一定要走出去 目前为止 周老师应该是除了南极州和南美州没去过以外 其他的各个州都已经去完了 所以这一次 今年就把整个地球全部游完了一遍 那么我们去带着学生出去游学 我们抱的是定制团 没有任何的购物环节 让学生沉浸在学习当中 那我带着我公司的高管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们特别喜欢抱购物团 因为可以从销售里学到很多的东西 特别是我们去的韩国 然后去了泰国 我们学到了别人很顶级的销售 然后把它用到了我们的企业当中 我们的企业都在倍增 其实周老师做任何事情都在从生活当中学习 因为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 这一次我们去迪拜也是抱着一个购物团 结果到了以后 飞了将近十五六个小时 做的是全球最顶级的阿联酋航空 那夫老好了 大飞机上下两层 然后好不容易飞到了以后 刚刚上车 我们的导游 第一阶的导游就跟我们讲了 说咱们迪拜也没啥购物店 咱们迪拜也没啥土特产 所以你们抱购物团不好 这样吧 我给你们做个交易 你们只需要玩我五个自费项目 咱们就取消所有的购物团 咱就可以开开心心的玩 一个一百美金 去带你们去帆船酒店 去总统府 去巴西尼酒店 去上世界最高塔 哈利法塔 去坐游轮 包游轮出海 等等自费项目 然后去到沙漠里面冲沙 那讲到这的时候 那这个气氛一度很尴尬 对吧 如果是你 可能你就发火了 对不对 我们刚下飞机 还没玩一个景点 你给我们推销了 就生气了 但是呢 周老师不会 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说可以 没问题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好的话 我们可以报 到最后 我们是全员支持导游 然后呢 五个项目 全部买了 买了以后呢 就开始玩 玩着玩着 我发现啊 很多的中国游客 我就开始 这个跟他们聊 聊完以后 发现他们跟我们一样 玩的全都是自费项目 说白了 就是那个导游 说的是真的 就迪拜 真的没有什么购物店 你想去也没有 那也没有啥土特产 就算有 你去了也不会买 比如说 你会去买飞毯吗 你会去买那个什么 阿拉丁神灯吗 对我们来讲 这些东西没有意义 所以呢 他们就变成了一个 制飞项目 我做人的观点是什么呢 不给别人惹麻烦 不给别人惹麻烦 你让别人开心 别人就一定会让你开心 当我们全车所有人 40多个人 全部报了他的项目以后 我得妈 给这导游开心的 都开心坏了 对我们老好了 给我们加餐 请我们吃火锅 然后给我们上饮料 玩的特别特别的开心 这就是我一贯的做人宗旨 如何能够让别人好 你能让别人好 别人就一定会让你好 你付出什么 你就会收获什么 想象一下 如果当时周老师就发火了 对不对 刚下飞机坐了十几个小时 累得要死 你一上来就给我们推销项目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这体验感多差呀 对不对 我们公司请客旅游 结果来了以后 让别人自费 这多难受啊 那别人导游 肯定给我们脸色看呀 做人就是这点东西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 我们刚下飞机上了大巴 我们是很累很辛苦的 然后结果那个大巴开到半路 还坏了 还给我们换了辆大巴 你知道吗 但是我都没有任何的报应 我都觉得来什么体验什么呀 挺好啊 司机及时发现了问题 给我们换了一台新车 多好啊 然后那天冲沙的时候也是 然后周老师跟杨老师 还有我全家 我的父亲岳父 还有我的孩子 我们一起 我们换了两三台车 别人的车都没坏 就我们的车坏了 但是我一直保持 很开心很愉悦的心情 来去度过每一天 因为你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那为什么不开心那一天呢 对不对 说白一点 做人嘛 最重要就是开开心心 所以我们玩了 其实挺兴奋 挺开心的 刚刚上车 很累很辛苦 我们都在睡觉 结果这个时候呢 我们突然 一个高管家的孩子 在那里大声喧哗 在那里说话 我们那个高管呢 就跟这个孩子在聊天 聊了以后呢 其实我当时心里是 把我吵醒了 我刚刚睡着 把我吵醒了 我很想说他 但是我又觉得 说了好像不太好 没关系 我觉得应该他会 看到大家都睡着了 孩子吵到别人 应该他会安抚好这个孩子 结果他就真安抚了 说孩子咱们叔叔阿姨都睡着了 咱就不说话了 可以欣赏风景 结果这个时候 我们另外一个高管 接话了 说孩子你刚才说的太好了 咱们再聊一聊 整得我们没睡好 后来呢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点 来点化了众人 我就讲到那个高管 我说你知道 你跟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你跟我最大的区别就是 你做事会考虑 你自己的感受 和对方的感受 但是你不会考虑 别人的感受 而我做事会考虑 任何人的感受 我会让很多人都很舒服 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我呢 为什么很多孩子很喜欢我 我又有一个粉丝 在高一的时候 就开始在抖音上 听我的短视频 然后呢 后来呢 报名参加了我们的课程 也加了周老师的微信 然后他没有钱 他加我微信太神奇了 是因为有一次 在过年直播的时候 然后我把我 二十多年前的笔记本 拿出来给大家看 就那个时候的周老师 一无所有 初中没有毕业 但是还在拼命的学习看书 而且我说我做过26份工作 横跨12个行业 很多人说吹牛 我就拿出了我的名片 你知道吗 我就拿出了 就是我打工的名片 做过房地产行业的 做过IT的 做过心理咨询的 做北京工程项目公司的 做明星代言的 北京的名片 郑州的名片 然后深圳的名片 给大家看在直播间 那次大年三十直播的时候 也算是给粉丝一个福利吧 结果你知道这小孩 干了一个什么动作吗 这小孩就在想 我的名片上的电话 有没有可能没有换 名片上的QQ 有没有可能没有换 因为那个时候的名片 十多年前的名片 还想要有QQ 他就截图 然后很多电话都换了 我换了好几个电话了 然后也换了好几个QQ了 但是到最后 他竟然找到了我的 最后一个QQ 加了我 然后加了我以后 就跟我讲 他是一个高一的学生 然后早都不想上学了 就是因为看了我的视频 才想学习 然后特别的喜欢我 特别的想成为我的学生 到现在为止 他现在已经上大学二年级了 前两天给我发信息 说师傅我太感谢你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现在已经在打工了 我打暑假工 这个暑假 我能赚好几千块钱 我报了你的课程 我终于 看你的课程 看了将近四年的时间 我终于攒起了钱 泡了你的会博合伙人 我马上在暑假 就要来上你的课了 我特别的兴奋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孩子 甚至小学的孩子 然后喜欢我 那也有年轻的人 对吧 大学生 也有刚刚毕业的 也有正在创业的 也有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的人 很喜欢我 就你会发现 为什么就周老师 就是老少都喜欢我呢 其实就是因为周老师 做任何事 会考虑到所有人的感受 当我讲到这的时候啊 我的这些高管们 就很有收获 因为每一次游学啊 我们每一次出来旅游 我们都会 在晚上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玩的是什么 今天我有什么心得 今天我有什么体会 今天我又学到了什么 今天我又悟到了什么 所以呢 每一次旅游 其实我们不是一次 光的旅游玩 而更是一次学习 其实每天 我们都应该是学习 那么接下来 周老师会把我们在迪拜 学到的所有核心 全部分享给大家 希望今天的分享 也能够唤醒你 我是周英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